早餐店內一名男子跟兒子坐在店內吃東西 突然爸爸轉頭驚覺不對勁 下一秒一台轎車朝他們衝撞 爸爸一把抓起兒子閃過車禍 沒有 他的臉色很蒼白 那我們這邊 我們沒有仔細看他就覺得他臉色很蒼白 當時早餐店內有的人在用餐 有的人剛點完在等店家主 突然車子撞進店內 人本停在一旁的機車以及餐桌椅 都被撞得東倒西歪 轎車駕駛第一時間沒下車 而是等了一下車子又往後退 早餐店店員上前關心 一旁還有顧客幫忙拉椅子 原來開車的是一位阿伯 一下車馬上倒在椅子上 驚險車禍就發生在台中大理人化路 19號清晨6點多 72次阿伯開車自稱身體不舒服 撞進早餐店 目擊民眾說駕駛有按了六七聲喇叭示警 大家注意到逃過一劫 警方調查駕駛沒有酒駕 疑似是身體不舒服 車子停不下來才撞進店內 事發後駕駛頭暈還蹲坐在路邊 顧客逃難及時沒有人受傷 TVBS新聞陳舒賢 陳蓉毅許有翔 台中廠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